欢迎收看1月3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新冠肺炎疫情未见好转 国内在由水灾来袭 因为一场连夜好雨 彭亨多个地区及柔佛居栏 今天陆续传来严重水灾 数以万计的居民一夜间沦陷在水箱之中 更有一名妇女跌入七尺深沟 逆壁 画面上可以看到私里在野发生了开布以来最严重的水灾 大阶级多个旧式住宅花园全部沦陷成水箱 一些低洼区的水位更高达超过七尺 约400户伤民受影响损失惨重 当地交通更一度中断无法通车 直到早上10点积水开始消退 交通才逐渐恢复 而在临明 自昨天下午开始豪雨不断 河水泛滥成灾 今天早上水位不断上升 临明的低洼地区到处都是泥黄色的汪洋一片 直到下午2点雨室才开始转小 关丹方面也躲不过水节 多个地区发生突发水灾 许多低洼地区及靠近河边的民宅都遭殃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干梦洪水来袭让人措手不及 一辆货柜罗里几乎快被洪水淹没 司机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 而在文东劳务旧路也因为一场长命雨发生严重土崩 导致文东宋西本祖令新村和劳务生力新村交通完全中断 任何车辆都不能经过 同样段路的还有吉隆坡往返关丹的东海岸大道第198公里处 今天较早时也因为水位高2尺而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但在关闭约6个小时后目前已经重开 两地已经可以通车 而在南马居栏的嘉亨区灾情也相当严重 一名59岁的妇女跌入住家附近的7尺深沟内 但被村民发现就起时证实拟壁 此外昨天下午5点多也有一名28岁的乌翼男子连人带车被洪水冲走 至今下落不明相信已经凶多吉少 警方追查澳门骗局诈骗金流向揭露2500万令吉 透过罗子账户流向幕后主脑经营的房产公司 以购买100间豪华公寓及比特币 警方也将此案的幕后主脑鉴定为MBI国际集团总裁张玉发 柔州总警长阿玉干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发现涉案者通过两层罗子账户将非法资金转向房产公司 警方也在去年12月21号在槟城和吉隆坡 逮捕12名公司董事并正通缉三名幕后主脑父子 阿玉干指出调查发现 两名作为张玉发的代理承认 每个月收取16000令吉的薪资 替张玉发签署两间涉案公司的文件和来网书信 警方调查也发现 自去年6月这家发展商已经从91个银行户头 收取2500万令吉作为购买房产的部分款项 看社会新闻 中国报昨天独家报导 一名5岁华裔女童已遭华裔保姆掐死令人震惊 而根据最新的进展 61岁的华裔保姆已经被警方逮捕 警方也逮捕了她的两名孩子协助调查 这起命案是在昨天下午2点多 在吉隆坡以保路一间公寓住家单位被揭发 当时61岁的华裔保姆一突然发狂 狠心掐死别人托他照顾的华裔女童 直到邻居听到吵杂声后报警 才意外揭发这宗冷血命案 险都警区主任马永来今天早上发文告说 警方昨天赶到现场时 发现女童已经卧室在床上 身体和脚部多处有伤痕以及瘀伤 警方随后逮捕了三名嫌犯 并呼吁知情者联络险都警区热线提供情报 另外关注车火消息 齐龙坡MR2大道14.5公里靠近四拉秧路段 今天早上约10点25分发生夺命车祸 一辆日产Almera轿车在行驶途中 失控撞向路边翻覆 造成车内的一家四口中 三岁男童当场毕命 父母及六岁男童则受伤入院 另一方面在由路动闹出人命 齐龙坡一名75岁的华裔老翁何燕飞 今天早上7点半其摩托经过古中城路段时 因为路中央的凹坑导致他翻摩托后丢命 他的遗体已经被送往马大医院太平间解剖 不久前许多人都趁着假期前往金马轮观光游玩 引发病毒传播的担忧 没想到病例现在真的在金马轮浮现了 随着金马轮肝膀拉扰一名女子确诊新冠肺炎 加上超过时间商店和餐馆被令关闭和消毒 引起方先担心金马轮会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金马轮肝膀拉扰一名23岁的华裔女子 从12月27号从霹雳州一历探亲后 已感染新冠肺炎而不自知 在返回金马轮工作后确诊 社交媒体今天也广泛流传 多张由卫生部发出的通告 指示金马轮刮拉德拉、甘榜拉扰、丹纳拉打及美兰村等地的 多家商店及餐馆休业及消毒 这些商店及餐馆都是确诊患者曾经到访的地方 已经被勒令停业进行消毒 行动党丹纳拉打州议员张玉刚则希望 网民不应该追踪及骚扰女确诊者的起居生活 因为传出疫情的地点并非旅游区而只是民居城镇 另一方面大马鱼总今天发文告宣布 鱼总教练总监王宗翰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至于其他教练和球员共39个人的检验结果则接成阴性 按照计划 大马鱼球队即将在明天启程 前往泰国曼谷参加世界雨连巡回赛亚洲战的赛事 并会在抵达后隔离至1月11号 关注国内疫情数据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发文告宣布 国内再新增1704宗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达119077宗 雪州也再次成为单日最多新增病例的周数 达673宗病例 另外沙巴、柔佛、吉隆坡及槟城的病例 也是三位数增长 今天国内也新增了11宗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人数为494人 巫统一连三天召开区部大会 不少区部主席都先后表态 表明在来际大选不愿意与土团党合作 而前首相兼巫统北根区部主席纳吉 则发出了强烈的讯息 希望巫统成为领导的主要政党 而不是屈服于其他政党的领导 那今天早上主持乌通北根区部 但为了国内的主要政党 国内的主要政党 国内的主要政党 那吉时言 如果巫统即便遭到冷漠对待 还是甘心成为执政党成员 那就只能等着被消灭 他也认为巫统不应该在下节大选 拱手将一席让给他人 此外巫统彭衡主席 曼罗斯迪 批利主席沙拉尼及兵州主席穆沙 都先后表态 不希望土团党到他们的州属上阵 也表明巫统绝不会让路给土团党 不过向来主张和土团党合作的 国阵总秘书兼巫统格迪利 须部主席安努亚穆沙 则提醒巫统领袖 该党在大选中没有能力独立取胜 因此需要避免政党联盟再次决裂 他直言 巫统不要妄想独立应战大选 而是必须引领联盟走向团结 此外巫统总秘书阿末马斯兰认为 国盟政府掌握的多数议席 是全球政府中最少的 政府不应该以疫情为由 而拖延举行全国大选 因为大选越快举行越好 况且新冠肺炎疫苗已经陆续问世 因此是时候以大选恢复政治稳定 强化国家经济 那因为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许多机师逼不得已都已经转换跑道 一名来自霹雳曼容的飞机师 也因为疫情被公司裁员 索性回到曼容的老家 那除了和家人团圆 也开始了种植秀珍菇的事业 31岁的穆哈姆阿菲过去担任了10年的飞机师 却在去年11月因为疫情关系被马印航空裁员 他随后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曼容直洛卢比亚和父母同住 并在父母家后的一片游棕园建设秀珍菇培植温室 开始种菇 他坦言这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从向前辈学习种植技术 打理培植温室 采摘收割 包装 送货销售和管理账目 都要比当飞机师更具挑战 虽然种植秀珍菇的收入不到飞机师薪金的10% 让穆哈姆阿菲深感无奈和不习惯 却也让他多了更多珍贵的亲子时间及陪伴父母的时光 他也说还是会想念飞行的职业生涯 希望疫情受控后可以继续飞机师的事业 日本首都圈的新冠飞行疫情处于大爆发边缘 东京和临近三线要求中央政府 再次颁发防疫紧急状态令 但政府却表示 将在听取专家团的意见后才会做出决定 东京的疫情自11月份急转直下 元旦前夕更新增了1337例新冠肺炎病例 创下单日新高 东京的确诊人数目前已平均每周5000宗病例的速度激增 更有官员直言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东京的医疗系统在两周内就要崩溃了 东京都知事小池白盒子周六领头 与其育千叶以及神奈川三线的知事一同要求中央 在首都圈重启紧急事态宣言 抑制人流 然而负负责防疫事务的经济复兴部长西村康仁暗示 不考虑实施过于严厉的措施 而是必须先听专家团的意见 探讨进一步缩短饮食店营业时间 而为了阻止新冠病毒蔓延 泰国从2020年12月31号起 也禁止在国内航班上饮食 以及阅读报章杂志 泰国民航局长朱拉宣布 泰国境内航班必须全程戴上口罩 除非是需要喝水服药 镜头转向印尼 当地在去年12月 共有52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肺炎 至今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7人 另外印尼卫生部向优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群体 发送了教育宣导短信 要求民众按照预定的时间表 分阶段接种疫苗 而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 周六新增了5万7725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接连5天创下单日新高记录 累计确诊已经增至259万9789例 目前英国境内超过100万人 已经接种第一剂美国辉瑞疫苗 英国政府也更新疫苗接种指引 列明允许混合接种来自不同药厂的疫苗 但美国疫苗专家对此批评 英国官员完全放弃科学 因为混合接种不同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还未经评估 俄罗斯莫斯科向来以冬季严寒闻名 那这几天莫斯科依旧大雪纷飞 全长一片白茫茫 那现在疫情期间还不能出国看雪景 就在新闻结束前带您透过镜头 去感受一下莫斯科的冰雪世界 我是季震 也预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周 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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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